日立雄東共社区串領大拿雄良兩社区 參加後立法社区消費感提供價位 要如何推動社区的應做工作 社区需要幾位置好的價位方案 在一行完成了好 主要價位的協銷領事 也要是社做工作的推動環境 社区就特別要請社工師 來自社区幹部以及志工上課 跟客官大家價位協銷的事務做法 今年東共社区斷領大拿雄良參加 官府消費感的價位 其中價位執行協銷的工作很重要 社区邀請官府社路處社工師魯建聰 為社区幹部至志工來上課 我在今天的課程也舉了一些 社區的具體的實例 然後當然在發票哪些是有問題的 我也用舉例來讓我們的幹部了解 透過實際的案例他就很清楚 這些可以這些不可以 包括我們政府部門 其實每個部門都有不同的合銷規定 包括我們在社會處 其實有不同的預算也有不同的規定 我都用舉例來讓我們的幹部 能夠實際去了解 今年西地鄉修紀元的價位 雄良社区是第一年參加 而且開辦社区的歌唱班 對社区可以做的很多運作 也不是真實 透過上課段的社区跟雄良社区的理事長表示 他們學到很多 這個合銷我是很喜歡學的 因為我是從五 都沒有學會的時候 台師想要學 所以今天這個李先生的課 我是非常的喜歡上 老師說一說 我有一點點概念 但是我也想要很認真的在學 基本上了解很多 就是一些細節 包括發票、收集、租金、租金、租金 都會比較沉入的了解 下半天說在合銷的時候 應該是比較沒問題 當中社区在福利華社区的影響 很有經驗 除了理事長和總幹部 事長社区幹部 目前這些來培訓還有很多人材 這是真的經驗是很需要 因為你沒有合銷 你不會合銷 你就不會去辦活動 你懂了合銷 你就會很快樂的 很熟悉的去辦 一場成功的活動 一個社区的推動 為整個教委的方案 推動一項到學校經費 每一項都會效 有更多人材的訓練 社区的推動才會更加高 是更加順利 記者歡迎我們用描槽 描槽報道 好